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学校们举办的活动 回奈吉利亚以后 我常常想起全部 记得哦 不要浪费你们的talent 让我们一起实现自己的梦想吧 希望有机会再和你们一起溜云林 我学校里有别人听我说 结果也想去云林交换学生里 真直的Michelle Michelle提醒了我 别浪费自己的天赋 我决定要把这些好好写下来 那我们就从走路行几件馆开始吧 还记得背包课六云林 是我们学校的一项创意竞赛 除了规划旅游路线 还要用影片发表 我和音音阿妮小畅 以及来到我们班上的交换学生 Michelle同一组 我喜欢自助旅行 领起背包 脉筷步伐 帅气的向前走 哎 阿妮 你看 我早就知道了 跟你们说 我已经报名振兴中学的比赛 我来弹钢琴 你们配合着音乐 做一些肢体动作 你们愿意跟我一起上台吗 那我最不会跳舞了 不会编很难的动作啦 只要是意境 你是说像现代舞吗 对啊对啊 动作我们自己发想 哎 我觉得很棒耶 因为不是编好的舞步 是自己的东西 一起来嘛 对啊 一起来嘛 嗯 我觉得音音可以表演画画的动作 像是 撲墨 还有还有表演艺术间的视觉艺术 我平常又不是画那一种的 不然 墨给我我来撲 大家一起来撲嘛 反正是free stuff 你们确定 弹钢琴要搞成这样吗 那一次阿妮参加的是 激发生命活力的比赛 振兴高中分享他们音乐班的资源 架设专业音响 邀请知名表演艺术工作者 单元评审 给我们指导 比赛还开放给社区民众观看 说到振兴高中 我很喜欢他们的落叶加年华 那明年我们再去参加啊 可是明年我就不在台湾了 这样子你一定很想念这里的落叶的 我一定会想念这里的一切 Craft Circle Craft Circle 运用满地的落叶 做出各种造型 例如模拟曼田圈 有的结合艺术作品 有的探讨生命的起源与消逝 每年到了落叶纷纷的时候 大家又是感性 又是高兴 第二站 三小市集 它就在刑期馆的附近 我又是完成所有的 知道 我还是少许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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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黃黃的是什麼啊 這是柳丁果醬 這個柳丁是我們家自己種的 柳丁的營養都在皮裡面 所以我們會把皮和果肉一起放到這個果醬裡面 這是果汁嗎 不是吧 這應該是醬油吧 這是醬油 那我們的醬油的特色是用柴燒的方式 那是用非常徒勞的方式柴燒 那這一隻的話是加了台灣本土鳳梨的醬油 它味道有淡淡的果香味 對 滿特別的 你們不覺得這裡的東西都很特別嗎 真的 你怎麼了 問問你們喔 你們會覺得我很疏離嗎 很疏離 你會覺得她是隱藏嗎 隱藏從什麼 就是 我覺得我常用旁觀者的角度看待一切 她總是覺得她是我們的藝人 從另一個人的角度 沒關係 我也常這樣 小暢 我都沒發現你英文這麼好耶 你都怎麼練的啊 你們知道維多利亞送你中學吧 他們弄了個社區英語學習共同期計畫 我有幫你參加 光上個課就可以變這麼強喔 拜託 人家對英文很有愛耶 她未來還要讀外交系喔 小暢 我分享一下你的愛啦 你們知道維多利亞中學裡面真的很漂亮 我上去的時候看到很多外景的 維多利亞中學的學校建築好美喔 小暢跟我們描述了雙語教學的上課情形 以及國際級的英語認證考試 這令人嚮往 在雲林也可以很國際化 接著我們來到斗樂高中裡頭的參拜橋 欸 你在參拜橋耶 參拜橋到了 小暢 有幫我們拍照 我們在那邊看 好 這是斗樂唯一留下來的參拜橋喔 日本人把斗樂神社建在這裡 那個時候要參拜都要經過這座橋 阿妮講著歷史 我望著參拜橋 忽然覺得那些遙遠的故事 彷彿就近在眼前 真的要謝謝學校的六年計畫 讓我們更深入地去發掘 紀錄雲林各地的自然美景和人物風情 也讓我感覺到 斗樂高中參拜橋所移留下來的歷史意義 對 對了 我們學校還有提供國中學弟妹 能提前來體驗高中生活課程的陶藝創作課 當然也有為了提升我們英文能力 特別邀請環球科技大學 來表演全英文的音樂舞台劇 過程還滿生動活潑的呢 我們隨後去太平老街 繼續著歷史與人文的饗宴 怎麼突然下雨了 老闆你那個給我買我們的碗粿 好 男朋友注意一下 好 好 笑好了 老闆你長一些醜醬 你不會有過嗎 欸 可不可以來咧 來了啦 謝謝 這個要找到 哇 台灣的食物很好吃欸 而不是我們國家的想法一樣 來老街齁 就是一定要吃什麼貴啊 快點吃吃看啊 好吃嗎 嗯 味道很棒 也不是我們國家的想法一樣 那麼 還有什麼是你國家沒想到的樣子 嗯 我想想 啊 Yana 蛤 那是什麼啊 上次我找米雪爾去逸風高中 參加木球達人創意教學課 木球 那怎麼玩 木球 有點類似高爾夫球 但是木球比較大 然後要從兩個球瓶針衝過 打到中間一個酒瓶才算分 上次我跟米雪爾去玩的超high的耶 他們舉辦這種活動真的很有創意 那下次也找我們去玩 我也要 等一下喔 也算 好啊 好啊 在那次六雲零的過程中 發現了一個算是蠻大的消息 我和茵茵阿妮一直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我喜歡寫作 茵茵喜歡畫畫 阿妮喜歡音樂 我們三個人都對一文有興趣 難道同班同學真是太好了 本來以為我們會同長三年 想不到別離來得那麼快 那一天 茵茵在墨池塘宣布的消息 讓我印象深刻 我在想 那就是茵茵感到樹立的緣故嗎 墨池塘也在太平老街 以前是抖六的第一間印書局 經過整件重生 如今變成創作十方 告訴你們一件事情喔 什麼什麼啊 什麼 什麼 我決定 重考 什麼 你想重考 嗯 我想去念抖六加三啊 為什麼 我真的蠻想去念廣告設計科的 之前 看他們成果展 我超心動耶 可是 這樣 你就浪費一年的時間了耶 我有想過啊 但浪費一年 總比浪費三年好吧 我真的很想去做一些有光創意設計 和繪圖的事情 我看他們課程 有很多有關設計的實作和理論耶 可是 讀高中只有少少的美術課而已 我覺得這一年也不算浪費 像我 交換學生來到抖六高中認識你們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每一種生活都有它的收穫 可是 這樣以後 我們就看不到你來 對啊 我還是住抖六啊 學校明明就離得不遠 學校明明就離得不遠 還是可以約出來嘛 這樣 妳要常來找我們一點 好喔 那 妳要請我去 六雲的我們 來到了古坑鄉 這裡的咖啡 有特殊的香味 所生產的台灣原生種咖啡 甘甜香濃又不苦澀 是有一番台灣在地的風味 屬於世界級幾品咖啡 這個咖啡是這部分 現在地咖啡是香草的 哇 終於喝到谷坑咖啡了 嗯 好好喝喔 跟我們家鄉的味道不太一樣耶 是啊 我告訴你們喔 谷坑咖啡屬於阿拉比扒種 因為烘焙萃取的方法和時間 與其他產地不同 所以谷坑咖啡被叫做 台灣咖啡的原鄉喔 哇塞 阿妮 這是博學多文耶 對啊 對啊 阿妮 你真是歷史人文通耶 別忘了把她勞動的姿勢 放到六嶺的競賽影片裡 好喔 真的超好喝的耶 下次也要再來 可是 阿妮會雲車耶 有人說 如果沒有喝喝谷坑的咖啡 走走旅車隧道 就等你沒有來過雲林 所以 我們來到綠色隧道 瞭解谷坑的市集 六嶺的第一天 再次畫下美好的修紙幅 第二天 我們前往陡南的他禮物文化區 這是由台鐵的舊倉庫改建而來 文化園區包含有 繪本館 動漫館 生活美學館 以及電影館 還可以延伸到斗南火車站的廣場 最終是第一天 其實是一陣子的土壇 帶著小火車站的廣場 我們先下廣場 每天都要有一個大小火車站 然後再一次 就像我一陣子 我們先下廣場 我們先下廣場 哇 這裡有好多繪本喔 我以後也想要出版這樣的作品 音音 我相信你的作品一定會很棒 到時候我來買來收藏喔 對啊 見者有份 大家都在買 這裡的環境真的好美喔 這裡的環境真的很棒 真羨慕到了商工的同學 附近有這麼多各式各樣的展覽館 真好 對啊 大德商工最令我佩服的是 他們的資料處理科 透過手機APP程式設計特色課程 發明了互動式只要教學系統 只要將手機靠近人體模型的換處感應 APP便會問整 提示你只要的穴位名稱、位置 這個設計榮獲2015年俄羅斯阿基米的 國際發明展競賽的銀牌獎喔 橫跨台灣第一大河 濁水溪的西羅大橋 是西羅的標誌 是當時的遠東第一 激進於舊金山金門大橋的世界第二大橋 我們遛到西羅了 最後一個景點是 鄭文書院 哇這裡的建築好特別喔 哇這裡的建築好特別喔 我告訴你們喔 聽說啊清朝時期 雲林地區有四所著名的書院 如今只有鄭文書院瘦國僅存 它被列為國家三級古蹟喔 哇 在我們家鄉很少看到這樣的建築物 小唱等一下都幫我拍幾張照片 幫我拿回去做紀念 好啊好啊 這裡附近還有其他學校嗎 當然有啊西羅農工 還會繼續做很多東西耶 像是手工餅乾 吸收錄 還有滷製品加工 機械整合智慧型機器的自走車 還有喔 就是我有位國中同學 他現在讀西羅農工 他還送我手工肥皂當禮物耶 我覺得你們真的好好喔 朋友都在附近可以常常聯絡 而且課程那麼豐富 環境又那麼好 真是太完美了 好啊 那我們繼續走吧 走 好啊 好了啦等我一下啊 我們等你很久耶 我就弄一下東西啦 然而 今天是音音在抖六高中的最後一天 你不知道嗎 以後就沒有機會跟你們一起 從宿舍走回教室了 對 天啊 我捨不得你喔 抱一下 抱一下 走吧 走吧 Dear Michelle 謝謝你叮嚀我們 不要枉費了自己的天賦 小唱依然努力於英文的精進 阿妮喜愛地理歷史 喜歡戀情 因應即將轉往廣社科 演他的繪畫夢 我則期許自己 成為旅遊散文作家 這一切是六年開始的 這才發現 雲林地區的學校各具特色 我們可以在地就學 跟好朋友繼續見面 很幸福 歡迎你的同學來台灣交流喔 也想念你的藍兒 我選擇